所以你為什麼說 現在小套房不流行 台北市 因為台北市 其實大家算得出 社會住宅量有多少 那雖然現在有好幾萬戶 包括已經市出跟正在蓋的 小套那個社會住宅的量 大概就好幾萬 那這好幾萬 但第一批上市都是 一下就額滿了 一下就租滿滿的這樣 可是其實對於房東來講 投資客來講 他寧願去選擇像陶迪那種 三房兩廳改套房的 這種比較違法的東西 就是三房改套房 然後不要去做申請 就直接改套這樣 我沒有違法 我不是說你這種 我說真累的 那個現在都很兇 三房改套房 你有專心的上錢嗎 有他有專心訂購 對 因為你去弄一個三房 然後改成那個十建一小套房 這種是最好賺的 然後那可是呢 小套房 獨立的小套房 因為社會住宅 最後還是會世俗 那所以你要弄小套房 就是會變成要將家衛衣設備 對 將家衛衣設備 然後接接管子 然後張淑敬就會出現 又亂接一通嘛 比較便宜嘛 因為張淑敬的接法 真的很便宜 那個水管隨便接就有了 能夠留掉就好了 那可是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張淑敬現在被關了嗎 被關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講他這樣 對 沒有 他到時候跑來 我們攝影棚說 你怎麼樣這樣子 因為這種事他做得出來這樣 好像還判滿重的 就多幾年了 那可是呢 小套房這些社會住宅 比如說二十年後 房子老了對不對 租金會遞減嘛 會越來越便宜 所以對於台北市的投資客 覺得我買一間獨立小套房 那乾脆不要玩這個遊戲好了 所以乾脆來跑一跑 所以目前台北市十大社區 我們說轉售量最高的 前五大 有四個都是小套房 那有些房價也漲不起來 比如說萬華有一個 網紅住的一個小套房 你因為裡面什麼事都發生過 青森 燒炭 賣銀 毒品什麼都有 才剛好沒幾年喔 然後可是那個房價 大概已經過了六七年了 到現在一毛錢都漲不起來 但是轉售量非常的高 大家一直想把它賣掉 對 因為小套房 你也知道管理不容易 對 因為最後都會輪到 那小套房不流行 什麼流行 台北市喔 台北市什麼都不流行 台北市連豪宅都沒有人買 然後小套房又賣不掉 那台北市的三房兩廳又很尷尬 所以現在台北市就有點尷尬 那台北市給你說到這樣 真的很尷尬喔 因為你隨便買一間 你比如說正常的三房兩廳 就要三千萬五千萬 也不是一般人買得起的東西 對 所以台北市流行 是巷子裡面蓋的房子 就不是大馬路 地點沒有特別好 可是它的房價不會這麼的高 這個大家不能夠接受 好 另外呢是這個 我們現在如果你房子太多間了 好像這個稅率都提高了 如果你是支用住宅的話 只有一點二趴 那如果我是兩戶三戶四戶 或者超過四戶呢 請教一下地方 好 現在就是政府啊 他有要再推一個東西 叫做所謂的房屋稅的差別稅率 二點零的方案 那這個是什麼呢 就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以前啊 就是大家都說 囤房稅囤房稅對不對 就是我房子太多 那我有可能就是 我要繳的房屋稅會比較貴 這是大家理所當然 可是以前是 他是依照不同的縣市 比方說我在臺北兩間 高雄兩間 臺中兩間 課不到我 因為他是用縣市 那這個新的方案上路之後 他就變成全國歸戶 換句話說一查一下 我原來我有六間 那我就是三戶以上 我就是要被課比較高的這個稅 那以前的這個相關的稅率是一點 因為他會差別稅率 所以他從一點五到三點六 然後現在會變成是兩趴到四點八趴 這樣子一個辦法 那如果你是只有這個自用住宅的部分 反而他是下降的 一點二趴變成一趴這樣子 他就是鼓勵 你就是要自住 不要去囤房這樣的概念 那後面的這些相關的 比方說你有一些特定的房屋 像你出租 然後但是你是很誠實的房東 你有去申報這個相關的租金 那這些相關 他也有一些稅率的這個變化 好 那這個呢 其實我們有去試 我有去算過 假設我剛剛就講說 我是從 對不起 如果我是自住 那我的稅率是一點二趴是不是 對 一點二趴 但是現在你只要有登記自住 你就會變成是一趴 下降 鼓勵你自住 OK 那如果有兩間呢 兩間 兩間就一樣 應該這樣說好了 我們在財政部上面的 你所謂的自用住宅 他就是給你三戶的這個擴大 那像剛剛立方基許 一個人三戶 一個人三戶 然後這三戶的擴大是怎麼樣 如果說我許某人不仁不義 有在全國有十間房子 沒有 我沒有 看起來你很有潛力 我看起來 然後假設我今天可能這三 我可能比如說時間 像剛剛立方講的 就是說我可能這時間遍布在全國各地 臺北就三間 好 那臺北那個時候 現在最高稅率是三點六 那三點六的時候 我可能其他縣市 最高稅率只有一點五 三點六是幾間才三點六 三間 對不起 就五間 應該是三間以上 他最高到六間 那這個是 比如說好 我今天是那個三間一點二嘛 我們剛才講三間一點二對不對 然後我如果到了第四間 第五間的話 這是二點四 第四間 第四間 我如果是對 第四間跟第五間都是二點四 但是我如果到了第六間的時候 我是四 五 六 全部都是三點六 所以一句的 六以上的都是三點六嗎 三點六 六間 就一起調了 就一起整個連 四跟五一起這樣調 那這就很可怕了 因為他以前沒有全國歸戶的時候 那臺北是一定 臺北是通常最貴 通常最貴 我臺北就辦自用住宅一點二 那我其他縣市可能一點五 那我就都讓他用一點五 但是我現在 我現在全國總歸戶的時候 我就好 鼻子摸摸 臺北市一點二 然後其他縣市的話 比較低就隨便了 比較低隨便 但是都會弄到四點八 這新的稅率 這新的稅率 大家以為過了 還沒有過 不好意思 他才從行政院會出來而已 還沒進立法院三讀 什麼樣的情況下變四點八 就是等立法院通過證 變四點八 要再升 要再漲就可以了 對 所以這等到立法院 如果按照目前行政院的規劃 是說到了一百一十四年的五月份 繳房屋稅的時候 你才會有遇到這個事 那這個四點八是指公告限制的 應該叫做你房屋稅的稅期 因為我們的房屋稅是你的那個單價 就是你的建築 它的營造的那個單價的成本 乘以面積 然後乘以路段率 乘以折舊 再最後乘以稅率 好 那所以三戶以內都一點二 那這個我有六戶 六戶 然後我必須要三點六對不對 對 你的 但是你前三戶是一點二 四五六就是三點六 對 好 那可是我一戶才十八坪 對啊 那我六戶也才一百零八坪 可是蘇律師兩戶都一百八十坪 所以就是這個就是大家覺得 很莫名其妙的地方 就是假設我有很多套房 我六戶還沒有到他一戶 他以戶為主 不是以那個 以情緒為主 所以你的小套房 那還是對有錢人那個比較好啊 乖乖有錢人沒關係 那兩戶就是自己住爸媽住 那如果你是不乖的沒錢人 你有六戶金屋長焦 藏五個焦 那你當然要被多克一點稅 我焦如果要藏也不止五個啦 好 你知道好 你最像 不是五個 不是 你看 信力計畫區不是有個建築是這樣的嗎 對 哥吉拉大樓 哥吉拉嘛 那那個一戶幾坪 那這兩三百啊 我聽說是什麼 那你那一層兩戶啦 它一層兩戶 如果你整層買的話 這是更大的嘛 十八億 十八億耶 十八億 那也只有一戶啊 一戶嘛 對啊 假定三百坪也只有一戶啊 那也是享受一點二 可是問題是你的房子很貴啊 所以你一點二 算起來總價還是很高 還是有上百萬喔 對啦 因為那一天 我們有幫他算過房屋稅 也是七百多萬吧 我簡直這樣 那一間 房屋稅七百多萬 一年要繳得 平數大啦 還沒有包括算地價稅呢 土地另外 土地另外 那就是一層一年 你有十八億 你也不會再溫那幾百萬 沒有 我覺得這個設計這樣 只算戶數也怪怪的 怪怪的 可是其實它太輕了啦 因為這個東西還是沒有辦法阻止什麼 對啊 大家去囤房草房的一些決心 而且不管怎麼樣 還是會墊到這個竹筋 就是又調漲房租 如果真的要做囤房稅的話 應該來個一百倍兩百倍 就是真的很恐怖 讓你不要囤時間 你一個人為什麼要囤時間房咧 對不對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遏止囤房 應該是用真正的囤房 而不是現在只是假裝 給你摸一下頭而已 那你就說自己的人頭自己升 搞不好出生率就因此而 這地方很適合 很適合買很多房子 不要這樣子默默被發現 我認識一個人 他跑來跟我說 我告訴我 你一定要歡迎 我說怎麼樣 這個政府很不合理 一直打房 我說為什麼這樣打房 怎麼不合理 他說他四十幾間房 現在是很像老闆 我說這個剛好今天我們的主題 真的 又防煩惱多